继续今天十点不一样精神 先来看的是 在全球所有福利国家的贫穷率 都远高于台湾 我国不合十一的审查贫穷县规定 却造成了百万贫穷人口被隐形 事实上台湾若是形态情况复杂 没有办法担用身份别全部涵盖 学人就呼吁政府可以参考 德国的贫穷县定义 今天你会来到政府中心 是你要碰到什么困难 詹先生长年忧郁症 因为精神疾病 工作收入不稳定 又有债务缠身 沉动了想亲身的念头 许多忧郁症高危险群 往往也是经济相对弱势的一群人 他自己身心的 就是忧郁躁遇的一个交从的作用 让他采取了这样的一个 极端的行为来因应 那这个在社会安全网的 一个服务的对象上面 他就还是会让社工这边 在做一个透过资源的转接 或连结来协助他来增加生活的一个稳定 事实上台湾弱势形态 情况复杂 无法担用身份别全部涵盖 不止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 社会上也存在许多隐形弱势 被排除在救助体系之外 落入无处求援的处境 家里面其实经济有一定的条件 以至于他没有低收或中低收的身份 那加上他可能又有一些抚养的人口 比如说上有老下有小 那这样的一个加重因素之下 可能都还是会到社福中心这边来求助 目前政府认定的贫穷 低收入户与中低收入户 只有58.5万人 占总人口2.5% 不过根据社就盟推估 台湾政府不承认的实际贫穷人口 超过200万人 这群消失的百万穷人 却无法申请到任何补助 台师大教育系教授王立云就表示 贫穷不应该以身份别来认定 政府要重新检讨弱势定义 透过资料库分析 主动掌握贫穷人口 及排除领取社会福利的假弱势 根据一些国外的研究发现 其实因为我们一些社会福利政策的关系 其实最辛苦的人反而是那个lower middle 就是说他不是被政府界定为最穷的人 但事实上他也不到中产阶级 他是我们所谓的lower middle 这一群人他会比较辛苦 一方面他其实无法完全自己 这个支持自己 可是还没有穷到 可以去领这个社会福利的一个补助 我们如果一直用身份别 很简单的一个身份别 去借近谁是弱势者 那这可能就会露击到一些 我们所谓的一些隐形的弱势 我们国家的数字都非常的漂亮 那为什么呢 因为其他国家就是贫穷率 根据他们的贫穷线的定义 去算出来的贫穷率 可能都是10%以上 我们拿邻近的日本跟韩国都是如此 那我们国家的数字呢 我们的贫穷率 如果只看低收入的话 都是1% 2% 加上中低收入也不过就是3% 还不到4%的标准 所以如果真的是看这个数字的话 那我们国家几乎看不到什么严重的贫穷的问题 台湾有6%的人口 应被纳入社会辅助对象 但受限涉救法严格规定 近4%的贫穷人口 挤不进涉服资源窄门 民团也批评 虚拟收入规定不取消 涉救法就像国王的新衣 失去辅助弱势脱贫的实质效用 政大教授陈国良指出 我国可以参考德国的贫穷限定义 以净收入的概念 而非台湾的可支配所得 可以囊括更多贫穷人口 我们用的是可支配所得 那很多国家在算贫穷限标准的时候 他用的是净所得的概念 净所得是一个比较高的数字 那可支配所得是净所得 再减掉一些 譬如说像利息 以转支付等等的 那所以可支配所得的数字比较小 OK 那今天我用可支配所得 来去定义贫穷的时候 因为他那个数字本来就比较小 那因此我去画 就是一条贫穷限的时候 那符合这个定义的人数 也会比较少 OK 那所以这个东西 事实上是有一些批评的 全球所有福利国家的贫穷率 都远高过台湾 不合时宜的审查贫穷限规定 造成我国贫穷人口被隐形 看不到的严重贫穷问题 将持续吞噬台湾的未来 TVBS新闻 黄冠伟德燕轩台北采访不到 再来看教育的话题 就读高中的学生人数 在108年跟这个季值高人 高中人数首度呈现黄金交叉 那么季值高值的人数 持续的降低 教育部为了扭转这个趋势 近期就抛出了所谓的 三加二新五专模式 透过高值跟科技大学的合作 前三年在高值就读 而后两年则是在科大 但学界认为毕业后 只有取得副学士 恐怕诱因根本不够 讲述者自己的设计 从写程式到组装 通通都是和同学合力完成 高值电机科学生 每个都有设计游戏的能力 毕竟实作就是他们的强项 不管是单人模式还是双人模式 都分为三种难度 散发自信介绍规划的游戏规则 从课程就开始培养技能 但高值和普高学生占比 从40年前的7比3逐渐拉近 到了108学年度黄金交叉 普高人数正式超车 教育部近期也抛出 三加二新五专概念 考虑高值与科技大学合作 以类似双联学位的方式 专一到三年级在高值 专四专五则由科大负责 三加二它就是一个副学士 目前对所有的家长 跟学生而言吸引力不大 因为现在所有的科大 学生只要愿意努力 他都可以读得到 一般的大学的一个学历 那他怎么会到过头来 拿副学士的一个学历呢 技术型高中的学生 在高三的时候 有很多的时间都是在准备考试 准备考统策 因为他要进入到科大 那如果说能够有这样一个学制的话 这些学生在高三的时候 可以花更多的时间 真正去做这个专业的研习 而不必这个花时间去准备考试 那所以这个学制是有希望的 但是呢 大家的现在的文凭主义 很盛行 所以我们是建议 除了三加二之外 应该要再加一个加二 也就是三加二加二 最主要是想要 疏解高职的升学压力 不用到三年级还要准备考试 避免陷入一路升学的迷思 这个想法固然对技高学生 多了一条弹性的学制 不过没有大学文凭 恐怕会兴趣缺缺 这或许也是政策制定 要思考的方向 三加四的概念 它其实是希望能够变成是一条龙 就是由科大端跟技高绑在一起 这七年的时间 学生可以好好地学习 他的人生方向 是不是十五群都适合 可能要做一些 试行的一个方式 可能要从 比较稀有的类科先做 这样的一个机制 可以引导学生 选择读技高 这些群 比如说向海市群 那希望有更多的航海人才进来 不管是三加二也好 或三加四也好 那从人才培育的角度去看 弹性学制的一个设计 是对产业是有帮助的 那当然这里面还涉及到 产业要跟学校去做连结 学界期待新学制的到来 但或许学位的取得 和学校产业如何接轨 也是考量关键 不知学制要更吸引学生 办学弹性教育部也要再放宽 专心单科专门学校 不强求一定要三个学院 部长他提到几个案例 包括半导体产业 太空产业或是前端的科技 还是海洋科技的部分 但是毕竟我们可以看到 也就是单科的学校 能够跟现在既存的 比较大的规模的学校 它的竞争力还是有限的 这些老师何去何从 就面临到一笔经费 不管是你优退或扶导他 那假设这个学校的财务 本来就是很辛苦的情况之下 这个是第一个要面临挑战的问题 同时也得想办法强化产息方案 加入企业合作 根本的根源就是在从国中端 这个部分往上提升 所以我部里面现在准备做 以前也有做 就是我们如果落实到国中 甚至国小方面 它让他们了解 选技职奥赌用前途 毕竟少子化威胁已经不可挡 但技职教育人才库培养 也考验着台湾产业转型的脚步 推本新闻 李恩智就有宣台北报道 高龄驾驶议题是要关注 台湾65岁以上交通事故死伤数 从2011年到2023年成长超过三倍 其中机车其实是主要死伤族群 而台北市高龄者机车死伤人数 更占整体交通事故的56% 恐怕必须透过高龄驾驶课程 让长者建立更正确的安全观念 大太阳下教练示范如何正确刹车 刹车的时候 刹车的时候都要用 尤其是10只 因为刚刚那边10只没有 会夹到 全身包紧紧的学员 一个接一个接续练习 他们不是年轻骑士 里面最年长的还有64岁 他们来驾训班学骑车 在来上课之前 我非常的紧张 非常的害怕 因为我觉得我20年没有碰机车了 我已经忘记要怎么骑了 机车是代步工具 随着年岁增长 骑乘技术不能像年轻的时候 有很多以前没有注意的地方 速度快的时候 急刹跟会不会打滑轮胎这个问题 我没有想到 对 还要转弯的时候 我都是靠着我的手去转弯 我没有想到可以靠着 就是像地心引力可以转弯这样子 随着台湾进入高龄社会 高龄驾驶的交通安全事故攀升 根据道安资讯网 全台65岁以上长者 交通事故的死伤人数 从2011年的28292人 到2023年以上升到73031人 成长超过三倍 其中2023年的高龄者 急车骑士是主要的死伤族群 占所有高龄者交通事故 死伤人数的七成以上 过去我们长者 他们可能没有接受过 这类型的训练 所以我们主要还是以 他的生活需求为主 我们带着他稍微认识自己的车辆 然后懂得去检查自己的车辆 他可以避免到一种车祸 就是因为机械故障而造成的 比如说爆胎 刹车皮没了 长者他们反应 可能没那么快的情况下 刹车这件事情 他们做出来可能 做出来的食物的距离 会比一般的年轻小朋友 再比较长一点点 一旦长者发生交通事故 死亡率明显高于其他族群 台湾在2017年实施 75岁以上长者 弃机车驾驶换照政策 持有驾照者超过75岁 只需进行视力 变色力与听力等体格检查 及时间认知 进程记忆与判断力等认知测验 不用有额外再进行 常考或倒考测验 106年开始75岁换照以前 这么长的时间里面 拿到那张驾照 他就是终身可使用 不需要再上课 不需要再除非他有任何的重大违规 这么多年以来 其实他没有去更新 他的骑程知识 骑程行为 也不知道现在的骑程 交通设计的观念 整个环境规划的观念 已经在改变了 公路局统计75岁以上高龄驾驶人 整体换照率从2019年的68.6%逐年提升 到2024年2月底到达91.4% 若75岁以上的驾驶人 没依规定换照 人骑车或开车遭拦检举发 将依道交条例开罚 1800到3600元 并禁止驾驶及扣脚驾照 以日本为例 由于长辈认知功能下降 事故风险增加 许多民众考虑随着年龄的增长 归还驾照 但都市和偏远地区 交通便利性还是有所落差 像日本他们的服务员 其实他们都市乡村的差异化 其实比我们台湾更严重 日本他们又是属于独居 就是跟小孩是不同住的 那所以老人家更需要使用交通工具 他们现在的采取方式是 当你发现这个老年 进入在退化的过程中 其实他们不是去贸然的 去取消他的驾照 而是透过不断的每三年讲习 让他去重新回顾他的驾驶技能 你该注意事项 以及交通法规等等 那当然透过每三年的 这样的认知功能确认的时候 同时间也可以让我们这些 就是监理业者 及早的确认他的认知退化的状态 高龄化社会如何避免长者成为交通事故重灾区 道安及银法族移动权都要兼顾 TVBS新闻中德荣往后与台北采访报道 监察院近期针对山脚断层贯穿五谷周紫阳 温载郡重化区立案调查引发讨论 房屋业者认为房价不会因此下跌 主要原因是大台北的需求实在太枉手 监察院指出 一经济部地质调查及矿业管理中心 公布的活动断层分布图显示 全台目前共有36条活动断层 而山脚断层贯穿大台北都会区 试涉公共安全及人民权益 当然我也很知道地调所的为难 他们每公布一个断层 财产的价格受到影响的人 就是不高兴 但是我是觉得说 这个不是地调所的错 地调所就像医生一样 做了健康检查 我告诉你 你哪个地方有问题 那你就可以趋吉避凶 每次他们非常辛苦的 为了保护我们公众的安全 去公布人 然后就挨骂 立委骂 区域的立委骂 然后这个议员骂 然后县市首长不高兴 人民不高兴 那这样的话谁要做呢 所以我们的断层的公布 就越来越慢 像日本他可以公布2000多条断层 为什么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不是说你有断层 就什么都不能做 什么都不能干 这个红色线 就是三角断层的大概位置 三角断层位于人口稠密地区 未能依法公布活动断层地质敏感区 导致公务员无法落实建管机制 而双北地区超过30年以上的老屋数量多 耐震能力恐怕不足 断层的风险专家看法不一 三角断层上次有明确的文字记录 是在17世纪 这条断层的确它是有动过 就是1694年康熙台北湖 那个地震事件来讲 我们是认为应该是 三角断层的活动造成的一种现象 整个台北盆地的形成 是跟三角断层是有关系的 而且它是一直在活动 大概开始活动时间 大概在100万年左右 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 现在还是属于活动断层 那一块那个地方 它其实在地震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劳动 断层带的调查技术仍有局限 有些可能从未被发现 或地表被建筑物土壤覆盖 无法实际挖掘调查 你要盖房子的话 那你建商 如果是这种大型的集合住宅的话 那它就会政府会要求你 把这个断层调查清楚 就是说你的建地就在这边 那我在这里面做调查 大型的集合住宅的话 县市政府审查的时候 或要求的时候 可能会比较严格 房市专家认为监院的调查 对两大重化区买气 虽然有影响 但房价不会跌 今年的在整个双北地区 它其实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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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民眾的買房的時候可能第一個就是 你要盡量去避開這種所謂的 可能因為地震而出現土壤異化的高敏感地區 另外就是房屋的一個耐震的設計 防土壤異化設計的部分 可能會需要去做注意 新北市府回應相關都市計畫 當時是在蘇貞昌縣長任內發布實施 新北市府也主動將斷層經過區位 化設為公園綠地 地方政府重塑土地面貌的同時 檢察院的調查讓溫仔俊的討論 再度浮上檯面 TVB的新聞中的榮辰又翔 往後與台北新北採訪報導 如果您是長期處於高度壓力的人 一定要特別注意自己的身體狀況 因為有可能會罹患癌症 或者是其他慢性病的機率是比較高的 事實上很多人有許多隱藏的健康問題 都是在健康檢查報告當中才被發現 長期處於高度壓力狀態 可能是罹患癌症和其他慢性病高風險族群者 像是肺癌 乳癌 大腸癌 甚至是胰臟癌等 民眾平日應保持心理健康 適當的壓力管理 對預防癌症很重要 壓力本身並非疾病 但它可能使原有的健康問題惡化 或導致新的健康問題 長期處於高度壓力之下 可能會導致焦慮 抑鬱 高血壓 心臟病發作 中風 頭痛 注意不集中或睡眠品質不佳等等的狀況 儘管慢性壓力可能導致許多健康問題 但它是否與癌症有關 目前尚不清楚 不少疾病都是在健康檢查中被發現 尤其是有不少中老年人 可能認為自己身體還不錯 因此忽略定期體檢 撐到身體不舒服才去醫院 檢查後發現糖尿病 高血壓 心腦血管有問題 甚至是癌症 長期處於高度壓力的人 是罹患慢性疾病跟癌症的高風血族群 所以面對壓力的管理就很重要 所謂癌症的危險因子 也就是說到底是什麼原因 會導致癌症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的病人常常都會來問我們 但其實我們真的只能說我們也不知道 不過如果從科學的角度來講的話 癌症的形成的原因 可能是你自己的基因 或是你自己的生活形態 或是你的一些 我們自己的一些壞習慣養成的過程 那可能會導致細胞的一些突變 那外在呢指的就是一些 我們可能不能控制的事情 不能控制的事情 據來說到戶外走路 跑步一定會曬到太陽 紫外線其實也是一種致癌物質 可能會導致皮膚細胞的突變 因此醫師常說 防曬也是一種防癌的一種過程 或者是說像是 我們一些外在的其他因素 那這些可能譬如說我們呼吸道的空氣 如果今天空氣很不好 那裡面有一些比較有毒的物質 吸到肺部 那可能也會導致細胞的突變 所以其實癌症的危險因子有非常多 現今的研究結果並不一致 有些研究顯示 慢性壓力與某些癌症的發生率較高有關係 但有些研究顯示 壓力與癌症風險之間沒有關聯性 即使壓力似乎與癌症風險有關 癌症指數為什麼可以作為一個工具呢 基本上它可以用在臨床上早期的偵測 或者是治療以後 治療成效的一個評估 以及後續的追蹤 癌症的復發是不是有復發這一塊 目前在科學上我們認為這是沒有定論的 不過我們有發現到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說你的生活壓力非常大 或是最近情緒起伏非常多 那很有可能會導致一些生活型態的改變 譬如說可能因為壓力很大 所以抽菸 喝酒 嚼檳榔的這些不良的生活作息 或者是會有成癮的現象 那可能就會導致這些不好的嗜好 可能會增加癌症的風險 藉由一次又一次的健康檢查 我們可以檢視自己身體的狀況 發現一些慢性疾病 另外可以做一些早期癌症的一個篩檢 醫師強調一定要改變不好的生活習慣 降低罹癌風險 很多人就是壓力很大的時候 可能就會吃的特別多 他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的口腹治癒 那很有可能就會連動到 變成比較肥胖的體質 那如果比較肥胖的狀態 就像大部分大家就知道說 也會增加癌症的風險這樣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認為 情緒或是壓力不一定直接等於 癌症風險增加 但是它有可能透過不同的管道 讓民眾的這個得到癌症的風險會比較高 壓力和癌症之間的關係 是一個複雜且仍在研究中的課題 雖然壓力本身不直接導致癌症 但長期的慢性壓力 可能透過多種途徑 間接影響癌症的發展和進展 絕對不可輕忽 TVBS新聞 教漢文 高子堯 蔣志偉 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